在台湾有6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歌仔戏团 和洛歌子戏团 将于11月23号在南湾演出两场 演出曲目是该团拿手的曲目 《大道成传奇》 此外在第二天也就是24号 也将安排一场具有教育推广意义的展览 展出和洛剧团的戏服 乐器以及唱腔与装扮的展示 当晚也将举行义卖餐会 台湾河洛歌仔戏团 11月23号星期六在Parao Alto有两场 早上一场11点下午一场3点 那我们已经开始做很多的宣传了 主要今天是要提到星期天 就是隔一天24号在Quinland Center 我们有做一场展示给小朋友们 那天就有很多摊位来做一些衣服 化妆 乐器 一些首饰 一些等等的展示小朋友 就是希望湾区中文学校的小朋友都能过来 在Quinland Center 两点钟 这一次这个瓜戏团未来 歌仔戏团要来 我很高兴 因为这是表现台湾的文化的一种方式 那我很感激 就是这些理事们的同乡会的 南湾同乡会的这些理事会长 大家都非常卖命在广告 所以希望大家乡亲们多支持 主办单位表示 河洛歌仔戏团虽然历史悠久 但也有许多具有戏剧学校专业背景的新生代加入 这次前来湾区的演出人员当中 就有许多具有音乐戏所背景的演员和乐师 市场演出除了会安排中英文字幕 方便不懂中文的观众欣赏之外 也将安排该团演出史上前所未有的 15公尺乘7公尺的超大型电视墙 以达到最高规格的声光效果 而这场演出部分所得 也将用来救助去年11月北加州大火的受灾户 林同免由于这样高规格的演出需要大量的人力 因此主办单位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义工能够参与 如果有任何的愿意为这件事情 尽一份我们侨胞的一份心力 尽我们台湾人的一份心力 请大家可以借着这一次来观赏 来进去接触的机会 也可以帮帮去年这些不幸的人 我们这次真的逢了大家很多很多帮忙 尤其是我们的理事部门 还有这个宜兰的姐妹会 可是我们还是需要大批的这个职工朋友 如果有任何在听到的观众 听到消息的愿意 如果你有这个影片剪接的专场 你有这个翻译中英文翻译的专场 或者是说这个投语 或者是文字上的翻译 或者是你可以这个 有点力气可以来帮我们搬搬东西 或指挥指挥交通 我们大概需要 还需要大概四五十位的职工 来帮忙把这整个事情把它办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